再来看也是晚间最新 来看九和一大选就要投票了 今天新北市来绿两位候选人 同样都在加紧脚步跑行程 林佳龙特别去看了 指风车剧团的表演 和小朋友们拉近距离 也提到了希望之后 能够为新北市盖一座国际级剧院 要把艺术文化带进新北市 而另一头侯友宜 则是继续到夜市扫街摆票 两个人都卯足全力拼胜选 台上灯光四射演员们卖力演出 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 全程目不转睛 沉浸在只风车剧团的精彩表演 选战倒数林佳龙晚上看个舞台剧 放松一下 尽管外头还飘着绵绵细雨 但大家的兴致死毫不减 穿上雨衣继续看表演 而林佳龙也特地发礼物给小朋友们 大朋友小朋友都来排队 趁着这个难得机会 林佳龙也要告诉市民们他的证件 我也许愿 希望能够为新北市 能够未来有一个剧院 那国际集团 然后还有一个流行音乐中心 让新北市成为一个具有城市美学 跟文化素养的国际性的城市 对新北市的城市规划 林佳龙有自己的见解 要把握最后阶段粉底一搏 而另一头对手侯友宜 同样马不听题拼路战 看到可爱小弟弟侯友宜 马上弯下腰想要和他打招呼 侯友宜到夜市扫街拜票 坦诚送上菜头 要祝他有个好菜头 投票日就在眼前 新北市蓝绿战将不敢松懈 空战陆战穿管旗下 夜晚的城市弥漫 浓浓烟烟烧 这里陈思琦 国宗瑞SNG小组新北乔摩道